打亡者十年了 这些未经证实的留言 不得了你 有没有听说过呢 比如被冬皇咬住用传送花可以逃跑 再比如通过头上的赶散号可以判断蓝莲的位置 弦车的钩子可以命中传送花 光线和安心的移动速度其实是一样的 炸弯时技能眩晕指的英雄有效等等等等 今天再次注意验证一下 首先是被冬皇咬住用传送花可以逃跑 这个听起来有点荒谬 但其实居然是真的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 如果是被冬皇先咬住 传送花是无法释放的 这个留言只会印证在 使用传送花的前脚时间里 冬皇的大招不会中断传送花的施法 实现将人原地送走 原理其实就跟大脚的二技能差不多 头上的赶叹号可以判断蓝莲王的位置 三个赶叹号哪个最短 就说明蓝莲王在哪个方向 这个听上去虽然有点离谱 但实际上非常的离谱 现在最短的那条在右边 蓝莲王出现在右边 现在最短的还是在右边 蓝莲王却出现在左边 这个要是真的话 那赶叹号直接赶回箭头不就完了吗 玄车的勾子可以命中传送花 No 传送花是防御塔机制 你见过玄车能勾塔的吗 不要998也不要918 只要一个勾子 就可以把对面的防御塔带回家 光线和暗线的移动速度其实是一样的 相同的冥王一样的装备 15级光线的移速是403 15级暗线的移速是440 所以暗线就算不用一技能 也跑得比光线要快哦 张温斯技能眩晕只对英雄有效 答案当然是不对的 不仅小兵会晕野怪也会晕 那些觉得不行的朋友 带斩杀打野怪的事 你们肯定没少干吧